今晚做烏冬 有什么特别呢 是炸烏冬 很想试的了 最终得起心肝试一试 没什么特别的就拿去炸 炸完之后有一种特别的口感 炸完 看看有什么特别 一批东西就很难搞的 用水冲散 不是洗它 是冲散 最主要是 水湿湿的 不知道是什么烏冬 贪便宜 你怎么买的 碎湿湿的 超级市场买 摸下去一条茶 那就对了 过来做实验 兼着偏幼的 希望 效果好 好 炸好了 少少湿不是问题的 干就最好了 那我有一些就 不放面粉 试试去什么情况 有些就放些面粉 又看看是什么情况 首先我先炸了些不放面粉的 一罐作风 我就不会放那么多油了 这里 半吋油 然后炸就会这样 打折去 有个汤子这样炸就算了 做这样的实验 没理由放半煲油 烧热 把它放下来 油温够热了 最简单是放一条 看看 会动的 这样就可以了 第一次炸 打炸下去 它似乎黏了一块 变成饼 炸到金黄色 也挺有趣的 这样 这样也挺麻烦的 难道我逐条放进去 可以 似乎都挺容易炸 没什么技巧可言 好了 不加面粉是 试试这么多 呱呱脆的 好了 做些有面粉的 用个保鲜袋 全部放进去 方便 破粉拌均匀 方便 面粉 高筋 高筋的 不是呀 是普通面粉来的 那你写着高筋的 那我有时候 可能会放高筋进去的 但这次是 普通面粉 真是看看大家 写着高筋 好 我不是放太多 好 搞定 多均匀 好 烧热一点油先 撲了面粉 不知道会不会分得开呢 又找一条下去试试 可以了 真是会散开 散开一条条 好 捞起了 根据刚才的经验 不要太焦 这只乌冬有了一点 可能粗一点会好一点 煎到碎湿湿的 都不知道是什么乌冬 味道 感觉上有点像虾条 那只幼身那只 试试试 有没有清热的东西喝 有 不敢用葱仔 不是 蛋南筋葱仔 两样东西好像都不好喝 要是喝蜜糖水 我也是喝可乐 油都有些渣的 都不是渣的 那些粉有些 凍凍的 这些油就 煮得干净都用得 当然烧的油都是 不健康的 好烤的 三十几度 不够了 可以抽去 试试 为什么不可以抽去 因为很吵 试一试 没有味 有点不脆 啡色这些是脆一点 真的要炸够火候 不要紧要 都是一种吃法 坦贸贸就不行 我打算加这包 蜜糖BBQ 粉 加了这些东西 应该好吃 好吃 加了这些东西应该好吃的吧 哇,好吃 这个没味的 不过开头 炸到 炸到焦了 是不是很脆 很脆 很正 实验 实验证明你想好脆就炸到这样的颜色 你想烟烟鸿鸿鸿鸿 脆与不脆之间 就 白色 总不知 想脆就 炸到啡色 这些 这些呢 適合 一边看起 一边吃 这些东西 吃一次好了 又说要喝板蓝鸿鸿 又说感冒充剂 吃得这么辛苦 反正也是 拍多一点点给大家看 今晚我吃这东西 炸乌冬 当薯条 配炸鱿鸿 煎鱿鱿 不是炸的 健康一点 是煎的 配冰冻可乐 点茄汁 再给大家看多点 刚才说不健康 其实我又不是完全不健康的 我还有一锅菜 烧的 不是炒的 还有片姜 你说多健康 不知道能不能顶不顶得住这些油炸的东西 一半 就是在这里 完全不顶不顶得住 脆掉 冰冻 一半 煎 一半 这酒 这酒